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年之中 一日之内 由于光风云雨不断变化 到黎江的每一个人看到的风景都不尽相同 从空中看就更是变幻莫测 可以说山水之间安放了一个看不完的桂林山水 其实来黎江旅行 最重要的不是要看完这里的景色 也不是属清这里绵延的群山 能不能在烟雨朦胧之中进入这如湿如画的山水秘境才是关键 四月 西南暖湿气流控制着黎江的上空 阳光下 黎江烟雨渐渐呈现 这样的好景致只留给有准备的人 只有早起才可能撞上最佳的观赏实际 再仓促的行程到了这里都变得悠长 因为玉龙河的水可以放卖的一切 人在画中流 飘渡快根本不重要 你的地更没人在乎 过程之美才是玉龙河飘游的二标之处 在山水画卷中随波逐流 人们每时每刻都在获得绝佳视角 因为平缓 河路上的二十多道坝子 就成了最好的差距 小小的落差 有精密的一些 既然是玩意境 就不必在乎白天还是傍晚 暮色下的黎江 映衬着人们寻觅的诗和远方 阳朔江边点起的渔火 别有一番风味 头戴斗笠 身披缩衣的鱼鹰老人 为游客演绎着古老的夜间捕鱼方式 表演虽然有模式 但他们举手投足也能生情并茂 游客认可就是最大的肯定 至于是拍的照片更多 还是捕上来的鱼更多 没有人会计较 山水之中 连劳作场景都成了最美的演出 群山被灯光打亮 化作木雾 方圆两公里的水域成为舞台 乘转洒网 壮族对歌 整场演出需要六百多名演员 共同参演 其中有不少是本地村民 他们只是重复着最熟悉的动作 就组成了最震撼的表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智慧的人们 依然找到适合耕坐的地方 路程远点 那就搭乘小船 反正 有这些忠实的伙伴着急干活 丰收就可以踏踏实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农田在哪儿 家园就跟到哪儿 在龙脊梯田 瑶族人就把他们的家安在山腰 桂林山水的意境相对含蓄 但这里的红窑 则用最奔放的红色 表达着他们对生活的感受 每年农历六月六 晒衣节 家家户户都把衣物拿出来晾晒 驱除湿气 这个集体行动让衣服保持了鲜亮的红 也让热烈的生活铺天盖地 流淌不绝 桂林山水意境的行程 与眼前的这条山脉有很大关系 蒙尔山地处云贵高原的东部 季风携带的丰沛水汽 在到达云贵高原之前 会先被这里的群山挽留 这些没有爬上高原的水汽 从此获得了另一种命运 他们化身为雨 进入沼泽 滋养了树木 他们成为一条条溪流 慢慢汇聚 顺势而下 悄悄地成为令人陶醉的 烟雨离江